腿呢 各位都知道内收也有40度 那怎么办 像我们治疗床这么小 我就会准备一个鼻子在旁边 免得它掉落的问题 那你说老师 它可不可以这只腿用膝盖就 哎呦 膝盖上掉了 帮帮你们可以啊 睡过去一点点 对对 你这只膝盖可以弯下去 对 也可以这样 这样才不会把人家拉伤 也可以是这样 就是肠太小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 但是没有 老师 我的腿肌很紧呢 不能这样 那你就叫它膝盖伸直 然后拿一张这个 给它靠 就变这样 好来 小姐 我现在要请你做这只腿夹过去的动作 我有压在这边啊 所以一样这边还是要接着 好 这只腿夹过去 哎太腻肌很紧了 没办法拿到最大 好 来 嗯 请你自己做一次 好 你们要目视一下这个角度 好 我慢慢看哦 好 我有固定这边 好 我有固定这边 好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它这边的角度 好 那就是来量一次 量哪里 一样 两边的ASAS 还有大腿正桌线 对不对 所以我一开始我的刺 也是要摆成 几度 90度 来 轴心腿 左边的ASAS 固定壁 我说老师 他腿要是展开太多 展开太多 他的ASAS其实是歪的 没错 好 这边这样 两边的ASAS 一开始就这样了 好 那你也是可以卡完 打回准备了 好 你可以让它在前面提出过来 好 可以的话 来 小姐 请你这只腿 好 这只腿做刚刚的动作 夹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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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到最大哦 最大 好 就这样了 停住哦 所以我量一下哦 是一样的 好 头心 这边的ASAS 然后呢 这也跑掉了 所以是另外一个 一定会歪的 好 然后 这个 变这样 好 腿好 内脚 OK吗 好 量完之力了 小姐 两个腿都可以 好 这是APP 可以 谢谢